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首相的案例 这个是典型的土长 长面厚重手指饱满调达 土长人稳重勤劳 喜好大自然和户外活动 富有探索精神 我们看纸节间也见米康树文 米康树文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代表古代讲是衣食无忧 那么现在来看 也是能够凭借自身土人的稳重勤劳 能够小康不愁 我们看小指外撇 特别是左手 小指明显外撇 说明和子女缘分比较浅淡 并且我们看左右手 视野线尾端 右手和左手都见杂文干扰 视野线尾端 变得深重 并且有杂文干扰的话 说明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甚至子女征产的情况发生 包括我们看到生命线尾端分叉 到晚年生命力减弱 能量减弱 也容易出现子女男在身边的一种情况 我们看金星丘比较饱满 金星丘此处代表根基和生命力 此处饱满的话 说明体质家精力充沛 非常有活力 而且运势根基不错 我们看虎口火星丘也是非常的饱满 富有决定线 决定线和虎口火星丘是伴随相伴而行的 虎口火星又饱满 说明比较勇于探索 面对困难不退缩 这也符合徒长人的探索精神 符合徒长人的特质 实指迅功是财位 是正财位 此处饱满说明正财旺 而且本职工作也比较稳定 只是有一些杂文干扰 并且训工的杂文有形成口字文的趋势 但是还需要养一养 口字文护卫的话 财运会更加稳定 从刚才讲的正财本职工作比较稳定 从伸长的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左手先天事业喜欢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不喜欢太冒险比较保守 那么做事也是主动积极 事业心强 冲破天文 事业格局也不会差 我们看刚才讲的喜欢牢牢把控自己 从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也可以看得出来 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 不喜欢做那些没把握的事情 我们看初期也出现锁链文 做事计划性强 锁链文的存在 说明早年运势 还是偏弱一些 早年身体体质也偏弱 我们看锁链文之后 生命线逐渐变得深刻 我们可以看到成年后身体没有大碍 并且运势也会逐渐提升 生命线脑线分离处也是建锁链文 这个是脱离原生家庭的自身独立的阶段 也是出入社会的阶段 说明这个阶段 有一些坎坷 包括一些能够吃一些苦头 会积累经验交学费 出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分离处 分离后不久建一条横纹 左右手都有 这个横纹其实跟感情有关系 这个年纪也大概是在28到30岁左右 有一个很大的阻碍 一道坎我们看感情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杂文干扰 并且尾端有失望线 那么感情尾端往下垂的支线 交合人文脑线 就是情成爱情失望线 在感情当中的能量不强 并且异性桃花 有一些烂桃花干扰 犯情伤 从横纹和感情线结合来看 横纹的阻碍是代表一道情观 我们看上升线 横纹之后不久 它就出现上升线 在35岁到50岁之间 中年阶段运势得到很强的提升 上升线有三道 并且有太阳线的加持 说明这个期间也不少贵人帮扶 在运势上有很大的提升 特别是在事业方面逐渐的稳定下来 我们看下来